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有27本比较短的书在里面 放在一起一共多少本呢 一共有66本书在圣经里面 很容易记得的一点就是说 旧约里面有39本 三乘九是多少 是27 刚好就告诉我们新约里面有几本嘛 39 27 今天熊老师要讲的故事 是在新约里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要告诉你 就是旧约呀 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前写的 新约呢 就是主耶稣诞生以后写成的 今天我是讲主耶稣已经来到世界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两千年前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哥迪姆 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官呢 也是犹太人的一个老师 他是教人读圣经 读旧约圣经的老师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了 这位尼哥迪姆的地位很高哦 因为他是官呢 他是管理犹太人的官 他呢 曾经见过耶稣哦 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来到世上 而且呢 耶稣到处行走 讲天国的道理给大家听 而且行神迹奇事 他是瞎子看见 是笼子能够听见 是从来没有走路的 走过路的缺缺腿的人啊 能够行走 哦 尼哥迪姆觉得好稀奇啊 他真的想多一点认识耶稣 可是他又怕其他的那些老师们 那些官 他怕他们会不让他做 或者不喜欢他做这样的事 因为大部分 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官 他们都不喜欢耶稣 也不相信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嫉妒他 当时有好多人跟从耶稣 可是不再跟从那些官了 他们嫉妒耶稣 他们恨耶稣 那尼哥迪姆可不跟他们一样哦 因为他看到耶稣行的神迹 他觉得很好 很稀奇 他想多了解一点 但是又怕其他的那些官 所以呢 他在一个晚上 你看得出来吗 他在晚上就一个人 可能是偷偷的 就走到耶稣的家 到了耶稣的家 他就敲门啊 你想耶稣会不会开门给他 当然啦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爱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他当然爱你跟你弟母 对不对 你跟你们开 关门敲门的时候 耶稣就打开门了 而且呢 耶稣很可能邀请他 坐在最上那一层 凉台上 因为以前犹太人住的房子 屋顶是平的 他们可以爬楼梯 到屋顶 就坐在凉台上 乘凉了 很可能耶稣呢 跟尼哥迪姆那一天 如果天气不太冷的话 他们就在月光之下 在凉台上见面 而且聊天了 哦 尼哥迪姆 他对耶稣说的第一句话 很礼貌哦 你看 你看得出来 他很年长了 对不对 耶稣那个时候 才只有三十岁 过一点 比他年轻很多 可是 你猜 尼哥迪姆怎么称呼耶稣呢 他称呼他做老师 他称呼他做先生 老师 他说 我看出来 你所做的事情 若不是神啊 与你同在 不可能做出来的 所以呢 我想 你一定是 从神那里来的 一位师父 哦 他讲的很客气的话 你猜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呀 主耶稣回答他 用一句很奇怪的话 我现在就给你看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圣经告诉我们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耶稣对 尼哥迪姆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什么意思呢 耶稣就是说 你如果不重生一遍 不再生一遍 你连天国都看不见 你不要谈 近不近的到天国了 哎 尼哥迪姆就不懂 耶稣的话了 他就问耶稣说 蛤 重生 再生一遍 难道一个人 要再回到他妈妈肚子里面 一遍 然后再生来一次吗 他心里想 我这么老了 怎么可能 再回到我妈妈肚子里面 再生出来一次呢 所以他就不懂了 耶稣就对他说 你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 你这个都不懂吗 让我提醒你一个故事吧 耶稣说 你记得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 就是离开耶稣那个 跟他谈话那个时候 差不多一起 一千年 一千多年前的事了 也就是我们今天三千多年的事了 耶稣就提醒他一个故事 他说尼哥迪姆啊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我们祖宗 有一位叫做摩西 他呢 带着以色列人 从埃及逃出来 因为我们的祖宗 在埃及做奴隶很久 摩西呢 就带领他们出了埃及 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发生的一件事 你记得吗 你记得 那个时候 有毒蛇来咬他们 因为他们犯罪犯的厉害 有毒蛇来咬他们 罚他们吗 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 要是被这个毒蛇咬了 一定会死的 所以那些人就求摩西啊 因为摩西很听神的话 神一定听摩西的祷告 他们就说摩西啊 请你为 向神为我们祷告吧 要我们不要都死在这个旷野里面 你猜摩西有没有为他们祷告 当然有 摩西祷告了 结果神就告诉他一件事 神就说呀 摩西啊 我告诉你有个办法可以救他们 这个图画我先给你看一半哈 神就告诉摩西说 你呢 用铜造成一条蛇 铜做的蛇 你就把那个蛇呢 挂在一个木头架子上 举的高高的在上 你就告诉那些被蛇咬的人民啊 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被毒蛇咬了 你们只要眼睛看一看 仰望这个铜的蛇 你们就得救 就不会死了 小朋友 你猜摩西有没有这样做 当然有啊 摩西听神的话 造了一个铜的蛇 放在木头架子上 然后教导那些人 只要往这个蛇一看 这个铜的蛇一看 他们就不会死 虽然毒蛇咬了他们也不会死 他们可以活过来得救了 小朋友 那个时候的人 如果听摩西 如果听神的话 看一看毒蛇就得救了耶 可是很可能有些人还是不相信 他只是看着自己 话要死了 就哭哭啼啼的 也懒得看毒蛇 不是毒蛇 也懒得看铜蛇 也不相信一看就会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可惜哦 他们就怎么样 就死了 但是那些听话的 一看就活过来 一看就不死了耶 然后 主耶稣就告诉尼格迪姆说 有一天 神的儿子 就是耶稣 也会被挂起来 在一个木头上 那就是新约时代了 你看 就像这个铜蛇被挂起来 有一天 也就是差不多 两三年以后 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 现在还没有 今天的故事还没有 今天故事里面 主耶稣就告诉尼格迪姆 有一天 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好像这样 好像这个铜蛇 在他们的一千多年前 就被挂起来 耶稣呢 告诉他 有一天 神的儿子 也会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人类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呢 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 他仰望耶稣 当然我们看不到十字架上的耶稣 但是仰望耶稣的意思 就是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钉十字架 只要相信他 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叫做重生 再生一次 再生一次 再生一次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 最得到赦免 我们灵里面 我们的心灵 是清洁的 我们得到一个清洁的生命在里面 这个就叫做重生一次 成为神的国里面的人 这样的人 可不可以进天国 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见到天国 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得救 当然可以 这就叫做得救 当我们信了耶稣 得到新的生命 就得救了 小朋友 你猜尼格迪姆结果有没有信耶稣啊 圣经没有清清楚楚的讲 但是我猜 他一定信了耶稣 因为就在两三年以后 耶稣钉了十字架上以后 有一位就是尼格迪姆 这个就是尼格迪姆 圣经告诉我们 他拿着香料 来到耶稣的十字架 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死了 还有他的朋友 叫做约瑟 不是耶稣的爸爸叫约瑟 是另外一个约瑟 他也是个犹太人的老师 犹太人的官 他们两个人 带着细抹布 带着香膏 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 就是他们两位 把耶稣的身体 从十字架上拿下来 而且放进附近的一个园子 花园里面 有一个新的坟墓 以前的坟墓好像山洞一样 他们把耶稣的身体 尸体放到山洞里面 然后他们 当然他们查 用香膏 他们给耶稣一个可以说 一个最高贵的安葬 用香膏摸他的身 用细麻布包住他的身体 放在坟墓里面 小朋友你猜 尼格迪姆 他有没有相信了耶稣 我想他一定相信了耶稣 而且很爱耶稣 而且呢他也冒着危险哦 因为现在他是把耶稣 放进坟墓的人 很可能其他的官 也看到他做这样的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 尼格迪姆重生了 你说好吗 太好了 小朋友 你呢 你有没有重生呢 耶稣告诉尼格迪姆 也告诉我们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是今天我要教你们记住的一节圣经 我希望我们多 我们多念两遍 或者就能够记得了 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再说这一遍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你会对吗 跟我一起试试看来对好吗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小朋友 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 相信耶稣 你可以跟着我这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就是我的救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接受你到我心里来 使我能够有新的生命 我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小朋友 如果你真心的邀请耶稣 进入你的心中 你就重生了 再见 愿神祝福你